今天下午在淡水区老街的艺术工坊的后方 又看见台湾齐柏林基金会 举办了一场柏林小径以及齐柏林飞瓶的结盘仪式 基金会表示在齐柏林意外坠机过世之后 筹备基金会要唤起大家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关心以及守护 从3月班到淡水得记历史洋行之后 也在后方的这一块空间 打造一条柏林小径以及飞瓶装置艺术 基金会也希望让大家走过悲伤 一起让梦想起飞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好 今天下午在淡水区老街艺术工坊的后方 又看见台湾齐柏林基金会举办一场柏林小径 与齐柏林飞瓶的接牌仪式 基金会表示在齐柏林意外坠机过世之后 筹备基金会唤起大家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关心与守护 从3月搬迁到淡水得记历史洋行之后 在这后方的一块空间打造一条柏林小径 与飞瓶装置艺术 除了可以串起与淡水在地的连结 更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与齐柏林一样关心这块土地 那在搬来淡水这段期间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们落脚淡水 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当一个停息的点而已 我们必须要跟淡水居民跟淡水这个地方能够一起能够共生共荣 那我们怎样把这样的地方能够把人文汇萃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风华的一个土地 能够让更多人看见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看完之后 我发觉齐柏林空间 它跟我们基金会办公室的中间这样一个回廊上 居然有一张小公园 我就踩到这个公园 我就想说我有什么方式能够让人家愿意走进来 我觉得愿意走进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今天节目活动的现场 有齐柏林基金会董事长欧靖德 新北市副秘书长林建佑文化局长蔡嘉芬 淡水区长乌宗仁以及齐柏林的妻子与儿子都出席这场活动 新北市文化局表示 其实淡水是具有丰富文化的地方 让基金会能够落脚此地 也希望能够让这样子的装置艺术作品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淡水它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 然后还有它的自然的景观 那所以呢其实就像欧董讲 我觉得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就是说齐柏林导演他可以带着他的团队 然后将他用这一身手拍的所有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珍贵的影片可以落脚到淡水来 那我也希望呢 借由这样的作品可以引起更多人的一些共鸣 那从那之后每一次我父亲他从海上 或者从东南部拍照回来 只要能够顺路的话都会经过淡水 拍出海口 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为淡水的人文地景增加一点色彩 我想我父亲是非常的高兴 那我也很谢谢各位 能够在事发后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 还可以如此清晰的记得我父亲 齐柏林的儿子也说齐柏林与淡水相当有缘 过去只要是拍照回来都会经过淡水 此外直升机是齐柏林空拍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装置艺术现场呈现模拟直升机的停机屏H的字幕 透过行动装置扫描 连结展现齐柏林的影像作品 基金会也希望让大家可以走过悲伤 一起让梦想起飞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美 记者许多艺 在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